《青金峽溪谷》隧道是新系的必仿景點之一 美麗的自然美景加上設計師的巧思 成為超市和IG打卡的藝術品 這個峽谷位於知名滑雪聖地約後湯澤 從約後湯澤搭乘公車加上走路大約一個小時左右 《青金峽溪谷》本身為日本三大峽谷之一 在1941年被指定為日本國家名勝以及天然紀念物 特色是柱狀結理的柱狀岩石 在觀景台可以近距離觀賞這些岩石 非常的壯觀 而撐起這個峽谷美景的最大工程之一 就是由MED建築事務所於2018年所設計的光之隧道 Tunnel of Light 全長750公尺的隧道 包含入口設施 總共有六個景點 首先我們來介紹最底部且最知名的全景站 光之洞窟 底部的水盤徑真的有放水 大家可以沿著邊邊比較淺的地方 往峽谷的方向走 走到底的時候除了可以看到絕美的峽谷景色 你本身也變成了一個藝術品 水盤徑的水加上不鏽鋼鋼板反射出峽谷的顏色 四季都有不同的顏色 包吼拜訪時是冬天 反射出純潔的白色 非常的漂亮 如果想要人像大一點的話 也可以走到比較深的中間拍攝 第二觀景台看不見的泡泡 是一個有機形狀的洗手間 而洗手間也真的可以使用 大家可以邊放鬆一下邊看峽谷的景色 第三觀景台的水滴反射出了峽谷的景色 同時也反射遊客的身影 聽說夕陽西下的時候 陽光的反射會讓整個觀景台變得火紅 第一觀景台保有了當時的面貌 沒有多做藝術的擺設 可以近距離的觀看岩石的柱狀節理 清金霞溪谷隧道也是新系知名的大地藝術節的其中一個作品 約後湯澤還有非常多的作品 月後松之山森之學校是一個教育研究設施 周邊的美人嶺也是值得參觀的自然美景 農舞台由河口龍夫所設計 全部都是黑板的教室 大家可以拿粉筆到處作畫 食堂本身也是一個藝術品 食物也健康好吃 Ilya & Emilia Kabakov所設計的The Palace Project 跟Tenth Album Labyrinth 以及2021年底才完成的The Monument to Tolerance 象徵跨越各種種族文化等等的連結 月後期有李山現代美術館 這棟建築本身是由京都車站跟雜晃巨蛋的知名建築師 袁廣老司設計的 館內有十幾件世界知名設計師的作品 有不少可以直接與其互動 鮑勃最喜歡用的桑九寶亮太 設計的Lost No.6 利用光把物品投影在牆壁上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Fashion 《逛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